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钟 然后从今天开始呢 就要开始为期两个星期的一个人的日本旅行 然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是很期待的 现在从家走 因为我现在是在韩国上学 所以是从韩国开始出发 那我们一会再见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呀终于到了这个大阪机场 然后现在刚刚出了点问题 就是这个WiFi和电话卡的问题 然后现在先去解决剩下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JR 这个套票 因为买了两张套票 在前面 先去把这些解决之后 再去旅馆吧 这就是地图上面的那个坛 终于上岸了 费了好多时间 所以现在要先去找宾馆 清旅 对 看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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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点失误 这不一会儿已经到了晚上了 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去一下 那个新栽桥那边是吧 对 所以要错过一个 其实之前要去黑门市场 所以我们明天可以去 稍微看一下这里环境 环境还是不错的 走起来呢 两站路 坐了40分钟 为啥呢 就是因为没有看懂他们那个地铁 应该属于是 对就是那个车 所以两站路坐了40分钟 终于到了上面 很明显 很明显 这边又走错了 看起来就不像很有人的地方 所以应该是对面 哎呀 第一天来就是走错了 实在没有办法 因为还是有很多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没有搞得太清楚 但是现在终于能看到 就在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终于到了 这个 这个 独吞玻璃 所以其实啊 有时候有这个计划也是没有用的 经常就是 发生一些事情 打破这个计划 这一天 就在里面 最后一天 站在里面 然后说 你 就在里面 这一天 就是 鸾子 在里面 那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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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